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卡通人物哆啦A梦最喜欢吃的铜锣烧 现在也变了形状 除了传统的圆形之外 还有店家颠覆传统 把它变成卷筒形状的铜锣烧卷 吃起来是什么滋味呢 一块尝尝看咯 圆圆的黄色饼皮 夹着一层厚厚的红豆泥 厚实饱满的铜锣烧 是卡通人物哆啦A梦最爱的点心 但是现在有业者将铜锣烧 来个造型大变身 做成外皮不规则状 上面看来 有点像是瑞士卷的铜锣烧卷 黄色饼皮包裹着奶油 红豆芋头内馅 可谓多片之外 特殊的外观造型 更是吸引不少民众上门常见 我在外面没有看过 是来宁夏夜市才看过 对啊 然后在这边买 对啊 蛮特别的 现在外面我没有看到这种新的 里面可以这样包 可以包芋泥 然后牛奶红豆这样子 很多口味这样 银生在宁夏夜市里头等小小摊散 每天下午四点多 二十多岁的年轻小老板 就会像这样上演特技兽 一边骑着机车 一手托着器材 来到宁夏夜市里摆摊 五年多前老板向叔叔学习 铜锣烧制作的技巧 进一步发挥创意 改变铜锣烧的外形 让原本平凡的铜锣烧 咬身一变成了市面上 罕见的铜锣烧卷 那我是想说把它改变一下 做一下创意 然后用卷的看看 然后发觉 这也蛮不错的 然后材料稍微再改一下 因为它跟铜锣烧 毕竟有点不太一样 要区别开来 为了让铜锣烧卷外皮 吃起来更加Q弹有嚼劲 老板说面皮的部分 还得加入1比1的 中高筋面粉才行 因为如果完全都用中筋的话 打起来会很硬 就跟面包一样 然后如果用高筋的话 打起来 全都用高筋的话 打起来会比较软 就跟着很大 没有办法吃 面粉比例控制得宜 这时候直接老板在铁桶中 加入水 面粉和蛋白 让面皮吃起来更有弹性 这个拿出搅拌器 卖力搅拌 尽管制作过程废工 不过为了做出完美的面皮 老板说手工搅拌的过程 可不能省 因为机器打是这样 旋转地打 容易把面粉打死 然后我们要把面粉打Q的话 一定要跟 铜锣烧那种感觉一样 对 所以一定要手打的 有了好吃的面皮 内馅的部分老板也很讲究 像是红豆馅 老板说一定得严选 来自屏东仿山的国产红豆 才能够煮出粒粒分明的口感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红豆 是叫做颗粒的红豆 我们不是要煮红豆泥 所以一定要挑选大颗的红豆 来做那个红豆 颗粒的红豆 红豆清洗过后 加入水和砂糖 煮上一个多小时 煮到晶莹剔透的红豆 果实饱满 等待放凉之后 就能够开始制作 铜锣烧卷咯 本本依序将面糊 倒在铁板上头 等到圆圆面糊冒出泡泡 这时候快手翻面 煎到微微焦黄 就能起锅 接着将面皮对折 抹上满满的红豆内馅 包裹成形 哇 饱满的红豆铜锣烧卷 外皮Q弹 红豆内馅甜而不腻 还吃得到绵密的红豆颗粒 让人直呼超级满足 皮很Q 然后馅不会很甜 然后吃起来不会腻 就是煮得很绵密 很有那种红豆的味道 我几乎每次来一定吃 有时候小孩子喜欢吃 我就买五六个 我一个人差不多吃两个 店里人气排行榜第二名的 还有这鱼头铜锣烧卷 我们家芋头是寻大甲的芋头 然后一定是清晨 在菜市场 直接批货下来的 所以芋头一般是湿的 这整个都是芋泥 新鲜的芋头清洗削皮之后 切成小块状 加入水和砂糖 煮到绵密软烂 就算是大功告成 爆浆的芋泥铜锣烧卷 一口咬下散发芋头清香 芋头颗粒大小适中 但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 越吃越刷足油 就芋头煮得很香 很松 那外皮呢 外皮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皮 很清淡的香味 不会很腻 不会很甜 除了红豆芋泥口味之外 店里畅销的奶油铜锣烧卷 老板坚持不使用大陆货 则是以博产的纯鲜奶制作而成 香醇浓郁的奶油内馅 外皮弹性十足 另外想吃传统的铜锣烧卷 也没问题 加入蛋黄 蜂蜜的面糊 包裹着细致的红豆内馅 虽然面皮带着蜂蜜香气 人气指数可是不输给 变形的铜锣烧卷喔 你常来这边买 对啊 就是他们这一家还蛮好吃的啊 对啊 然后就是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好吃喔 颠覆传统铜锣烧的外形 老板发挥年轻人创意搞怪的特质 努力研发成功创作出铜锣烧卷 让临下夜市又多了一种美味的新选择